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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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589年 隋朝大军攻陷建康城 陈朝皇帝陈淑宝及嫔妃 在城内有道被俘归乡 隋文帝阳间灭陈朝之后 结束了中国自西晋以后 近三百年的分裂局面 一同天下 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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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有事啊 娘 六州有不少官员前来贺寿 有 还带着礼品来了 礼品怎么带来的 就怎么带过去 不听就不要参加寿宴了 知道了 娘 庆祖先衣食祭祀 孝父母 奉养无缺 兄弟 接和睦 夫妇 宜相合 肾交友 合行献 宗族不犯 相邻共处 ��o 杀 杀 杀 云 put , 呃 国恩 长思殉国家之危机 尽信 尽多 老夫人 这是什么事 怎么回事 老夫人 什么呢 黎帅王仲萱勾结前朝刺史戴志烈 联合隆州陈佛志 聚集各部落首领起兵造反 现已围困广州并派兵进屯衡山 阻挡随朝援军 逢魂在偷袭中被杀 祖管围光重见 广州正处于危难之中 请险夫人火速发兵救援 娘 祖母 祖母 冯宣 方军天 李浩 听命 过将在 命冯宣为主帅 方军天为副帅 李浩为先锋官 起兵十万 速解广州之危 诛杀叛贼 王仲宣布 违反军令 已无战机者 斩 断令 冯宣 肩服 王仲宣布 将军想 王仲宣布 能够 请 吾 안되 马仲宣布 但 共有军情平报 主帅 险佛人派冯轩十万兵马 赶赴广州增援 十万兵马 下路太婆可来是发狠了 他这不是增援 是要跟我决一死战 我们所有兵马加起来不足七万 恒山 陈江和溜三虎去了两万 我看不能硬拼 那你又何高见 我和冯轩平日交情不浅 他本有意反随 再加上小女龙姬 打小就喜欢冯轩 我密信一封给他 想办法拖住冯轩援军 只要我们先拿下广州 居高临下 固守城池 朝廷援军被我们阻塞恒山 更是鞭长莫及 到时候我们就变被动为主动了 如果冯轩不应呢 冯轩不应 我会命张广率五千精兵 埋伏在鹰嘴崖 伏击冯轩大军 拖延时间 你这边 抓紧时间攻城 报 先锋居在山谷 抓获陈佛志副将张广 他说紧急军请求见主帅 带他来见我 遵令 公主帅 公主帅 张广带到 公主帅 张广带到 公主帅 公主帅 张广带到 替我骂了 文帝挂帅发兵广州 又惊又喜 一兄慎言见之 且不可增援广州 待会面时降台 给张将军松绑 主帅 张广是叛贼陈婆治补下 放了他唯恐不妥 两军交兵不斩来使 是 帮他去吧 主帅 娘 您昨晚一夜没睡 先回房休息一会儿 主儿在大路边守着 一有消息马上向您禀报 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还真是有点担心炫煦啊 主帅 广州现在正处于危难之中 随时都有失陷的可能 大军应该马上进军 增援广州啊 我查了地形图 前方鹰嘴牙地势血药 如果王仲宣布设下埋伏 那我大军人马 岂不是要白白送死 主帅 王仲宣布五万兵马 唯恐广州多日 守城士兵不足一万 一旦城池被迫 我军就会失去主动 那样增援 就会变得毫无意义 不要说了 还是先派兵到鹰嘴牙侦查之后 再做决定 主帅 大军真的不能停振不前哪 李将军 主帅也是为我大军安全着想 你去听从命令吧 主帅 副帅 我李昊请令 连夜带先锋军 去鹰嘴牙侦查 好 那就有劳李将军了 请主帅放心 请主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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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我走吧 切封讯 接着 不论 去前面侦查一下 要自信 跟我上 走 走 必须是 谁能打算 不论可以 然而是 满洲各部落首领纷纷响应 和兵七万余众 师乃民心所向 春江留三虎部率两万精兵 占据恒山要塞 随朝援军可谓寸步难行 主帅 这正是建立皇城霸业的大好时机 贤弟 你我交心 娘坚无能收复岭南 各部落首领也不愿意归下 你要是能劝说贤夫人同意 大家愿意效忠贤夫人建朝为帝 兄长话虽有礼 但是我祖母 是说什么都不会答应的 贤弟 于兄绝不会在战场上 跟你兵戎相见 只要你大军不尽 拖延三天就行 待我攻下广州之后 可保你图宫 龙姬不懂我爹你们谈的大事 但主帅 在龙姬心中 就是岭南的大英雄 龙姬 敬主帅 此事非同小可 兄长容我考虑一下 明日给你答复 爽快 今儿把酒倒上 今天我要和主帅多喝鸡蛋 请 请 祖母 前线有消息吗 没有 大娘给您煲了参汤 您喝两口吧 传令兵 怎么还没带回消息呢 祖母 祖母 您就喝两口汤吧 饿坏了身子 大娘说 可是要惩罚猪儿的 祖母 您就喝两口吧 扭不过你 我喂你 李昊 求见主帅 等一下 进来 进来 启禀主帅 我带湘风军 在鹰嘴牙两侧 仔细侦察 没有发现叛军埋伏 请主帅火速启兵 好 李将军连夜侦察鹰嘴牙 辛苦了 先回去休息吧 等我跟方副帅 在商量之后 再度决定 主帅 广州战士万份危机 不可再等啊 放肆 退下 遵令 祖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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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少啊 还差得远呢 祖母 是不是前线有消息了 按理说 也该有些传回来了 会不会是宣宗儿 遇上了什么麻烦 祖母 有件事 我没跟您说过 什么事啊 有一天晚上 降随之事 是前朝皇帝陈叔宝 写给独国的亲笔信 说陈朝一王劝独母归随 祖母大义 念及岭南百姓 不受战火侵袭 生离死别之苦 这才答应归随 其中原威 宣兄应该再清楚不过了 我当然清楚 阳间无力收复岭南 祖母深受岭南各部落首领的拥戴 本可以建朝称帝 何苦要归顺于隋朝 宣兄 祖母建朝称帝 那岂不是要再燃战火 生粮涂炭 皇城霸业建朝立国 哪有不死人的 宣兄 宣兄观点 宇帝不敢沟通 你 话不透极 这酒也没必要喝了 这 先祖遗训 岂敢而戏 坏事 怎么了 朱儿 你拿上我手蚁 骑快马追赶大军 了解军情后 速回来兵王 知道了 祖母 这把刀跟我争战图你 你带上它 见机行事 对违反军令者 可先斩后奏 祖母放心 刀在 人在 下 方副帅 主帅让我给你传令 两天后 起兵广州 多谢方副帅亲自传信 后悔 后悔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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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帅 我们只有两天时间了 必须拿下广州 慕容三藏 拼死受伤 就是在等待援军 不过他现在兵力损伤大半 我估计他是撑不了两天 撑不住最好 也该是我们兄弟出头的时候了 好 今晚我们兄弟两个 好好喝喝几碗 我先问你 你们为何在此扎营 我 我 龙姬 你今天为什么不答应 随你父亲一起走啊 龙姬既然跟了主帅 就不会走 我愿意一辈子追随 伺候主帅 这不是在遗物战机吗 你为何不联合方副帅 去跟他理论 封军天是主帅的人 我说的等于没说 果然让祖母严重 还有件事 主帅营帐中 藏了个女人 女人 女人 副帅 李将军 这么晚了还不休息 我有重要军情 要求见主帅 主帅有令 任何人不得打扰 龙姬 喝完这杯酒 我让方副帅 送你出影 你是嫌龙姬 指挥武枪弄棒 不够嫌淑 我不是这个意思 如今大战在即 我 李昊 你咋敢抗令 我确实有重要军情 求见主帅 副帅不要拦我 李昊 你简直胆大包天 主帅 你又何事 你为何还不发兵 李昊 你知道你在跟谁想话吗 我当然知道 你身为主帅 不发兵救援广州 反而在军帅与女人因酒作乱 这岂不是一武战绩 李昊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违抗军令 来人 在 在 把他给我拖下去 斩 童轩 你才是违抗军令 你不配夺显夫人的后代 拖下去 等等 童轩 童轩 你怎么会在这儿 这把刀 是我临行前祖母赠的 唯令者可先斩后奏 你什么意思 现在大战在即 齐克先斩自家将军 先放了李将军 来 轩兄 祖母突然中病 快不行了 怕老人家惦记广州战事 让我带刀追赶大军 协助轩兄劫广州之围 总共病重 什么病 我临来之前 还在昏迷中 朱儿 我和你连夜回府 你走了 大军怎么办 是 方副帅 在 你继续带兵侦察 切记 等我回来之后 再发兵广州 遵令 驾 驾 祖母 前线什么情况 相兄 你怎么回来了 广州的战事如何 我先问你 祖母的病怎么样了 祖母没病啊 相兄 何出此言 祖母没病 祖母就是担心 广州的战事如何 宣儿 宣儿 你脸色这么不好 是不是病了 聂村 冯尔 你给我顾一下 你还记得 出征前我说的话吗 记得 记得 违钢军令 一物战几车 斩 那你可知罪 孙儿 孙儿知罪 甘愿受罚 聂孙冯轩率大军增援广州 徒经鹰嘴牙 扎鹰不前 为抗军令 已武战机 斩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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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儿她年轻气盛 一时糊涂 才犯下死罪 甘请娘 饶她一条性命 让她战场杀敌 戴罪立功 主帅 求您给冯轩留条性命 让她战场杀敌 戴罪立功 战场杀敌 战场杀敌 戴罪立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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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 你们都为她求情 就湛妾饶她性命 重大八十军棍 压入四牢 这是我的亲笔手谕 还有兵符 你拿着 昂孙儿 咱们家的家训第十条 你还记得吗 长司训国家之危急 尽信尽忠 杀身成人 报效国家 去吧 祖母 祖母 朱儿给您包了冰糖雪梨 您喝点吧 哦 放点吧 祖母 您不是让昂兄去接管大军了 您又在这里擦盔甲 什么意思 朱儿 你大小 是我从朗口中把你救下来的 虽然不是我的亲孙女 但是 但是 生过我的亲孙女 朱儿都知道 您救我 养我 还教我武功 朱儿 朱儿 愿意随祖母 杀敌报国 娘 娘 这么晚了 你还没有休息呢 你是不是关娘 心太狠了 没有 是轩儿 自作自受 要是他爹活着 也会这么做的 明日 我要亲自带兵出政 这家就交给你了 娘 使不得 你都八十了 还要亲自披甲上阵 昂孙儿毕竟年少 王忠轩老奸巨华 宣孙儿就是中了他们的圈套 更何况现在朝廷有难 我身受朝廷俸禄 我岂能坐视不管 可是 我一定 你看 这是我亲自培着的药狗 对外伤有奇效 你给宣孙儿付赏 好 知道吗 不是 我 这是 在哪儿 就是 我 我 就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爹 报 主帅 皇后帅十万大军已过了营嘴牙 新凤军离营地不足一百里 报 贤夫人亲帅五万大军 向恒山方向推进 主帅 情况发生变化 广州不能再打了 贤夫人率兵去恒山 明显是想和朝廷大军会合 然后到我们后路 陈江和刘三虎要是在恒山 被朝廷大军和贤夫人前后夹击 我估计撑不了几天 我们还是赶紧先撤 不然就会陷入重围 那你有何想法 我们向北撤离 和其他部落首领兵马聚集 然后再做安排 报 主帅 前方三十里东西方向 发现叛军陈江流三虎部 江空海 听令 末将在 你率兵两万 进攻陈江部 杀敌勇猛者蒋 临阵逃脱者斩 遵令 诸儿 听令 末将在 以带兵两万 为主刘三虎部 把声势造大 不要进攻 把我写的信 交给刘三虎 为令者斩 王仲萱率部北撤 在驼峰谷 被冯昂大军追上 双方发生了激战 уб辰 炖 我军损事惨重 向白克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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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帅 要不要追击 我军日夜行军 人骑马乏 就地乍营 报 简夫人派传令兵送来金笔戏函 把人带来 遵令 主帅 前线什么情况 陈江部愧不成军 齐帅残部依托山势 后退伍之令 刘三虎部没有出兵支援陈江 我知道为什么不打刘三虎了 你说说 陈江是王中萱的底细 可刘三虎不同啊 所以祖母让江副帅去攻打陈江 让我只为不打 敲山镇虎 主帅 下面怎么打 明日你和朱尔率兵武迁 把声势造大 佯装主力 追击陈江部 目的是和朝廷大军会合 刘三虎怎么办 我带兵围困刘三虎 他若不想就一举歼灭 主帅 还是让朱尔留在你身边 陈江残部 我江国海足以对付 好 就听你的 山下什么情况 险夫人的大军还在山下围着 根本看不到边 大势已去 大势已去 主帅 如果朝廷军队和险夫人大军会合 我们将处于何为之下 我看 不如向险夫人低头 毕竟大家都是同族 我愿意前去说和 是个杀 不堪容 我被宁可战死沙场 也绝不通降 以后你们谁敢再提赫 这个人就是你们下场 沈夫人和朝廷大军 被陈江和六三五拖在恒山 我们继续向北撤离 依托大山天前 足以抗衡险夫人和朝廷大军 我们等待时机 东山再起 昂聪儿 王仲宣布一定会向北撤离 穿越象牙岭 你务必设下埋伏 且不能让王仲宣布撤进山里 李昊听令 末将在 本帅命你率一万精兵 连夜启程 务必在天亮之前赶到象牙岭设复 阻击王仲宣北撤 遵令 刘三虎 刘三虎 愿帅部归降血夫人 他刘三虎 军刘三虎 公司 我务必去除了 刚忍远日 军刘三虎 永虎 可能要擅長 军刘三虎 他们够在走 军刘三虎 于油ILL 以油 大虎 低辈 방虎 公司 一滚 军刘三虎 二虎 驾 驾 驾 快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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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主帅 仙阿岭全职伏兵 冲不过去 向西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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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仲宣率部向西仓皇撤离 在黑石山附近遭遇江坤海部和朝廷大军重创 轻急之下带领残兵败部百十余人 向乌海方向逃窜 主帅 船没了 仙老太宝果然厉害 kuv心心心心 ak啊 优优独播剧生 我看到了 好 贤夫人平定岭南之乱后 向朝廷如实奏奔 隋文帝大表赞赏 拜冯昂为高舟赐使 并赦免冯轩之罪 赐陈隆基为妻 拜为罗舟赐使 册封贤夫人为乔国夫人 可以任命长使及下属官员 备有观音 可调动各部及岭南六州兵马 如预有紧急情况 随机行事 娘 娘 我回来了 岸儿 轩儿和隆基呢 你不是让兄长带嫂嫂一起回来吗 估计他们要晚到一会儿 娘 你这么着急让我们回来 是不是有什么重要事情啊 上次你祖母八十大寿 让王忠轩围广州给搅和了 明天我想趁吉日把寿宴给补办了 这不私下准备 想给你祖母一个惊喜 就咱们一家人和坚放亲戚 我想听听你们俩的意思 好啊 好啊 娘 快走啊 快走 快走 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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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花儿 咱们这怎么会有卖儿卖女的 你去看看怎么回事 嗯 我在前面茶馆等你 好的 宋爷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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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心人 求求你把女儿买了吧 求求你把我女儿买了吧 多少钱都行 求求你 求求 大嫂 你先起来 别着急 我问你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是从黄州逃荒来的 我招呼染了瘟疫 没钱治病 我女儿都快饿死了 实在是没办法 大嫂 求求你把它买了吧 给多少钱都行 大嫂 好心人求你了 大嫂 大嫂 你们听说了吗 黄州今年闹在荒 还发了瘟疫 死了不少人哪 我听说 是黄州总管徐之信 大肆贪污又勾结奸商 混粮涨价 老百姓 根本无法活命啊 这些古官 就不怕官逼民反了 来来来来 行了行了 少说两句 喝茶 喝茶喝茶 来来来来来来 祖母 女人和孩子 是从黄州逃荒来的 小心 都小心点 祖母你看 来 宣孙儿 祖母 你怎么回来了 娘让我回来的 还有龙姬和盎弟 一块回来的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 宣孙儿 龙姬 盎孙儿 都回来了 一家人在一起吃顿饭 本是件高兴的事 可是我没有杯酒 也没有大鱼大肉 你们 不会埋怨祖母吧 祖母 您这是告诫我们晚辈 要谨记家训 交子弟 生鲜饭 畅连俭 借银奢 你们都回来了 祖母真高兴 你跟我说说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还没想过 还没想过 现在正忙着军队演练呢 你年龄也不小了 还是早点考虑这件事情吧 祖母 我知道 兄弟已结合目 夫妇宜相合 你还记得吗 记得 这是咱们家家训的第三条 龙姬没了父母 他对你一片痴心 你要好好对他 不要辜负了他的情谊 祖母放心 我会的 我心里有一句话 一直想问 您说 上次对你用刑 你恨祖母吗 祖母 您是教我为人大义 慎交友 何行献 孙儿怎么会恨您哪 别说是军棍了 就算是真的砍了我的脑袋 孙儿也绝不会恨您的 我孙儿明白就好 快起来 起来 快起来 祖母 李将军到了 主帅 李将军 我这次秘密调您来 就是你我朱儿 我们去趟黄州 去黄州 我们三个 就我们三个人 巧妆出行 不能走路任何风声 路上 你们叫我老夫人就行 遵令 朱儿 你和李将军 按着这个药方 连夜把中草药配齐 天亮之前我们就启程 是 快 娘 娘 娘 寿宴准备好了 这寿宴又办不成了 娘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你们祖母走了 留下信 说和朱儿李昊 要出去办些事情 不让打听他们的行踪 娘 祖母一定办大事去了 要么我派人去查一下 不行 祖母的脾气 你们是知道的 我们还是等消息吧 我们还是等消息吧 李昊 你把配好的中药熬上 我和朱儿出去一趟 是 朱儿 一定要保护好老夫人的安全 放心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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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珠儿 你把包里的五出钱 拿出来给大伙分了 知道了 祖母 好 大娘 拿着 谢谢 不用 谢谢救苦救难的 关世音菩萨 大叔 谢谢 给你钱 来 拿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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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家 你为什么把钱给扔了 官府趁火打劫 勾结奸商屯粮 有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粮食啊 买不到粮 你可以用这个钱买药治病啊 买药 那药铺早就被官府给控制了 那药的价格呀 堪比天价 你就是买了房子 卖了孩子 也买不起药啊 要是病了的话 那只能自己上山里去采草药了 您哪 到外边去看看去 那死了多少人哪 大人 这是我在深山里发现的 有起死回生的功效 送我这么重的礼 有事求我 言重了 大人照顾小的生意 孝敬您是应该的 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卖粮啊 时间可不能拖得太久 我怕那些贱民们生事 快了 外地筹集的粮食马上就到 大人的大份钱 我都给您备好了 账单我都带来了 喝酒 喝酒 谢大人 老夫人 可以用饭了 百姓疾苦 哪儿还有心情吃饭 来 李浩 老夫人 这药熬好了 你连夜分发给生病的街坊 还有城外破庙里 生病的百姓 是 我来吧 老夫人 我来 我来 老夫人 老夫人不能不吃饭 你好好劝劝 怎么劝啊 你这么聪明伶俐 你肯定有办法 你先去送药吧 哎 这个徐氏信啊 简直太可恶了 身为父母官 贪赃枉法 勾结奸商 无视百姓生死 简直 该杀 抓贼 捉赃 该杀 也得让他心服口服 祖母 你一定是想到办法了 不是让你叫我老夫人吧 怎么又叫祖母啊 我一急就给忘了 这不是在家里吗 姝儿以后不敢 记住了 这次来黄州 就没见您笑过 笑起来啊 真好看 少够贫嘴 明日 我们乔庄城外地米商 去街上米店探查 好啊 我就知道 没有您解决不了的问题 既然 您都已经安排好了 那咱也不能饿着肚子呀 吃饭吧 吃饭 慢点 祖母 吃饭 来 朱儿 朱儿 我有句话问你 什么事啊 你 是不是喜欢李浩啊 哪有 没有的事 你要是喜欢 我就给做主了 我 我长得这个样子 摘了面具 还不把人都吓跑了 敢 李浩 不是这种人 我看他对你不错 处处忍让着你 没有了 没有了 祖母 朱儿一辈子就赖在您身边伺候您 吃饭了 吃饭 吃饭 来 吃饭 老板 你们这是 哦 我们是外地来的 听说你做生意诚信为本 所以我们老板想给你谈点生意 你们有米吗 大量的湖南米 湖南米 请进 请进 老板 你们的米什么价 老板 几时可以到货 价格好说 从衡山运你过来 三日准到 老板既然这么爽快 我也绝不会亏待你们 价格给你们按着行情 向上浮动一成 好 就听老板的 老板 我有句闲话要问你 请讲 你们街上的米铺 都无米可卖 你既然有米 为何不卖 还要从外地高价进米 既然咱们要做生意 那我也就不满其位了 不是无米可卖 是不到时候 屯粮找价 好 那我们就办个手续 签字画鸭 这样呢 我们回去也好备米 好 没问题 老板 按这个方子抓两副药 二位不是本地人吗 啊 我们是路过黄州 有人身体不适 我来抓药 你这方子药可贵啊 不知道二位钱带高了吗 多少钱哪 一百株 一百株 你这药价怎么这么高 高 高 现在生病的人哪太多了 买药的人都挤破了头 物以稀为贵 所以我这药价当然高 胡说 这都大半天了 没一个人来买药 你这不是睁着眼说下话吗 二位啊 你们要是嫌我这贵呢 您到外地买去 我们这儿的药铺啊 都这个价 你 老板 开药铺 北婴慈悲为怀 济世救人 你为何借瘟疫发行财 你就不怕因果报应 我 我这儿有难言之苦啊 你既有难言之苦 我就不逼问你了 人在做 天在看 因果循环 你听说 天哪五雷哄 是他人吗 二位客官 二位客官 等一下 这药啊 算是我出钱送给你们的 你们不要声张 赶紧离开黄州 拿着 慢走啊 看来还算良心为民 来 老夫人 药都派完了 都派完了 这次生病的百姓不少 城南城西都有 我们就是把药都熬光了 也救不了那么多人 还有 我听在民说 在黄岗也有人派药 好像是个铁匠 姓牧 很多在民都去了黄岗 黄岗有人派药 天儿 小姓儿 来了 爹 你回来了 来 看看 今天我们可是收获不小 采了不少的草药 又能救不少人 太好了 爹 我去给你盛饭 等一下 来 我问你 你二叔兵器赶制怎么样 二叔带人日夜赶制 再过几天就能完工了 一定要提防官府的人 知道了 爹 你先吃饭 我去通知二叔 好 来 哎呀 有人在城外破庙 给灾民们发药 会是谁呢 大人 要不我派人去查查 你们干什么 拿下 拿下 打官兵 什么人如此大胆 查清中没有 已经派人在查 马上给我查清中 一有消息 马上便报 专令 祖母 二位 喝点茶 谢谢 看二位好像不是本地人吧 你们要去哪儿啊 我们去黄州迷路了 那先坐下歇歇酒吧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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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馨儿 有事儿 周老伯说 皇刚来了一老一上 两个女人 说是去黄州迷了路 顾安姨是徐之姓派来的探子 没什么事啊 谁啊 我们先走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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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 快走 走 我再问你一遍 你们到底来荒岗干什么 我们真的是去黄州迷路了 迷路 迷路也不该往山里来 我看你们就是徐志心派来的探子 我这一路来 看到很多青壮灾民 你们手持武器 这里还在打造兵器 难道你们是要聚众造反吗 你说得不错 我也让你们死个明白 怎么办 我就是要造反 掌兄 不用跟他们废话 冲出去砍了完事 等一下 你们知道 现在要砍的人是谁吗 我管你们是谁 她就是岭南圣母 险夫人 你们那些人 你去帮我 来 你来 先来 快 赶 快 不 小姐 我 走 舟领 我们在山路又抓到一个人 他说是高州刺史冯昂手下副将李昊 来黄冈找险夫人 你是木铁匠吧 我可以告诉你 黄州总管徐志信 贪赃王法 趁灾情发瘟疫 勾结奸商 囤粮涨价 老百姓无药可医 我这次来就是要查处这件事情 你们要是不相信 可以先不放我 我书信一封 让李昊带给冯昂 等处置了徐志信之后 你们再放我 张兄 切不可轻信他们的话 你说你是险夫人 那我就派人跟李昊将军进高州见逢昂 如果要是真实的话 那我们兄弟俩甘愿领罪 可以 良女亦男 湖南来的生义人 大人 我看这事有点蹊跷 这样 全城戒备 加强警戒和巡逻 发现可疑人员全都抓起来 如有反抗 搁杀无论 顿令 李昊张云听令 末将在 李昊为主将 张云为先锋官 率兵两万 立即进军黄州 不得有误 为令者 掌 黄州首将李奎生 供应险份人大军进城 进城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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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大人 首将李奎生继承 冯奥帅大军 直奔总官府人来 湖南来的生义人 没想到是 显夫人 佛нь 前面 拿下 第七 第七 事 够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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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 你拿好了 谢谢 谢谢 早晚各一副 记住了啊 来 孩子 谢谢 谢谢 来 二爹 贤夫人 贤夫人在上 我等贤民有意谋反 且在黄岗冒犯圣母 请贤夫人 致罪 贪官当道 老百姓受苦 问罪 不在你们 看看看 贤夫人 领难圣母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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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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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贤蛋圣母 贤夫人 贤鹤囊难圣母 好 珠儿 祖母 你找我有事啊 我在黄州跟你说的事 你还记得吗 什么事啊 别跟我装傻 你和李昊的事 没想 今天大家给我补办寿宴 我想把这件事也给办了 祖母 我 我 我 你不说 我就做主了 正好李昊在 我去跟他说 你回会儿等着 我还有事 先去忙了 李昊何德何能 去猪儿围棋 想都没想过 那你跟我说实话 喜欢猪儿吗 我 喜欢就喜欢 吞吞吐吐的 还像个男人吗 猪儿 我可以进来吗 猪儿 你愿意嫁给我吗 你知道 我的模样吗 我听老夫人说了 你打小 被狼咬伤了左脸 你想不想 看看我的模样 爱是岁月里温柳的花 永无甘恨 我们都是 漂泊的人 不应该选择 你是第一个 看到我们一样的男人 像岁月认错 大声地说 你爱我 你爱我 我以为你刚才说的话 我李昊愿意去诸儿为妻 今天是小年 又喜逢百年瑞雪 大家前来给我贺寿 可谓是四喜临门 县夫人 您这才说了三喜 那一喜呢 还有一喜 就是我家诸儿 和李昊将军的大婚之喜 果然是四喜 恭贺贤夫人 四喜临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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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圣上 这三个箱子里分别装的是 印信 兵符 古物玉器 他们是梁朝 臣朝 隋朝皇帝 赏赐与我冯家的 今天大伙前来给我老婆子过寿 我拿出来供赏 忠言一句 我是三代主 唯用亦好心 谢谢大家